那么这一盘棋呢我们要讨论的一个这个主题呢 就是在于这个围棋当中可能是最难的一个环节 这是我感觉中围棋中最难的环节 这个环节呢叫做判断 为什么判断这件事情非常难呢 首先呢一个原因是在这个中盘或者说更早的时候对吧 因为很多地方都没有定型 那么在点幕上本身就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 这个地方能定型成什么样 究竟哪些地盘是自己的哪些是对手的 这个是很困难的一件事情 那么对于判断来讲第二个 这个其实更关键的一点说判断难 是因为围棋当中有非常多的手段是非常的复杂 而且有很多的这种后续的变化 是非常多的分支 如果说你没有看到一些潜在的变化 或者说没有找到对手起了一些弱点 或者是没有看到自己起了一些弱点的话 你的判断就很容易出现问题 如果判断出现了问题呢 就会导致自己呢 有一些棋该下的棋没有下 或者说有一些可以下的棋呢 他不敢下 那么我们就通过这盘棋的这个复盘呢 来表明一下这个我的这个想法 或者说对于这个理解 好吧 那么这盘棋的这个对手呢 是一个实力应该说比我高出一定段位的起友 这个应该至少比我高两个段位的一个起友 那么在对异之前呢 这个这种心态呢 其实更多是这种学习 当然也不是说就是因为分先下 也是想去征胜负 对吧 征胜负之余呢 更多的是学习 那么之前也下了一盘棋呢 也是输的一到中盘一接触战 就输得很干脆 那么我们这一盘棋呢 前面其实没看到中服这个地方 已经经历了一个非常复杂的一个战斗 我是黑棋 那么经过这番战斗之后呢 黑棋呢 最后呢 转了一圈 把白棋中间的这六颗子给吃下来了 但是白棋呢 也成功的割开了这个黑棋的这个拆尔 穿开了黑棋的这个拆尔 那么当白棋走完这一手拐的时候 黑棋的下一手棋 是一个非常非常关键的一个分支 那么这个分支在于什么呢 我们就要来判断一下这盘棋的这个形式 这盘棋啊 现在还没有到该点木的地方 是该点木的时候 因为这个地方的棋还非常的复杂 双方的实地虽然都比较有比较扎实的失控啊 但是点木还很早 我们进来看死活的问题 首先黑棋的右边这一块棋 它没有活 对吧 但是呢 黑棋呢 它留了一个后门 就是如果黑棋能下的话 黑棋随时一尖一瞻啊 就可以做活 这是一个后门啊 这块棋 黑棋没有活 那如果说 你判断这个这个手段 黑棋这个活棋的手段 你没有看到 拐的时候认为已经把黑棋这块棋给拐死了 那这个判断是不是就要出一个很大的问题 就是我所说的 如果你对于这个棋的这个后续手段啊 会对于一个棋的死活啊 或者对于棋型啊出现了误判的话 你的判断就一定会出现一个很大的偏差 这是判断所难的一个方面 好吧 那第二个问题呢 就算于这个时候黑棋应该如何硬的问题 这盘棋经过复盘之后 我认为这个时候黑棋 该怎么走呢 黑棋要拐出来 我们想这黑棋拐出来 那白棋这一尖黑棋这个这一大坨子不就死掉了吗 没错啊 但是呢白棋如果尖在这里的话 黑棋可以把这两个子贴回 我们就赫然发现啊 中间的这一长串白棋没活 这个长串的白棋显然要比这边的黑棋呢要大很多 但是问题就在于黑棋贴回来之后 这块白棋它是反正没有活干净 但是黑棋能杀掉白棋吗 这又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 那么在实战当中 由于没有棋盘去摆 那么就这么看啊 就光拼一双眼睛去看 是真的看不清楚 虽然这白棋时间很充裕啊 充裕的时间就细算 但是真的算不清楚这里的任何一个变化 那么黑棋如果这么去走的话 一旦被白棋不知道采用哪种方式方法 在里面倒腾出了两只眼睛 那这盘棋黑棋就不用下了 因为时空黑棋肯定是不够的 白棋这里一活 哪怕黑棋如果吃一半啊 让白棋在底下比如说轻松的做活 那么这一盘棋黑棋应该也是大差的局面 因为这个地方还没有完全封住口啊 对吧 白棋这里活了之后黑棋 这样的去判断一下形式的话 黑棋应该是不够的 啊黑棋应该是不够的 但是呢 其实再细细的点下木 会发现呢 即便这么下黑棋不够啊 白棋可能也好不了很多啊 就很神奇 黑棋吃掉白棋的三颗死死了一大块 但是呢居然还可能输的不多啊 因为输的不多为什么呢 因为这里黑棋有非常多的虚木 但是呢黑棋也很有可能 也就是为不了多少木啊 比如说黑棋这里再尖一下 可能也是先手白棋要做活 不管怎么方式 再做个岩 做活 这样可能还活不了 白棋可能要 比如说通过这种团一下 下手有一个挤 先手挤再做就做活了 黑棋如果破这个岩的话 白棋这里是不是也可以做 这还是很复杂 就白棋怎么做活这手段 我也看不清 就是煎完了之后 白棋应该这里能活吗 这个也看不清 就黑棋如果只吃一半的话 白棋是不是还可以考虑 通过外面的一些借用 去做活 比如这里冲一下 对吧 这里还有非常多复杂的变化 是真的看不清 所以说看不清的情况下 那如果出现了误算的话 而且是极有可能出现误算 那么这个盘棋又直接结束了 也就是说 在这个局面下 其实我当时已经 对担着我认真的去考虑了 要不要能不能起掉 这块棋的可能性 也确实考虑了 黑棋要不要从这里 这个拐出去的可能性 但是拐出去之后 就是一片纯平局部计算的一盘棋 对吧 那么如果说是55开 局部计算 那就是在这个局部定胜负 55开 要么黑盈要么白盈 但是如果说局部计算基本功 我明显感觉被对手差的话 那这个局部计算 很有可能会直接就崩溃 对吧 所以在这个局面之下 在这种心态之下 那么选择了这个作火 那么这首作火 那么事后从AI的分析来看 是一个还手啊 因为这个时候AI的意思就是说 黑棋如果拐出去的话 胜率可能就只比八成以上 但是这一下胜率就直接掉了非常多啊 那么当白棋拐过来之后 白棋这块棋至少 这一半边啊 这虽然还没有完全连上吧 但是这一块啊 至少是 这个安全了 而且黑棋这里呢 也不好去断白棋了 断这边的连接线呢 这边被白棋打就连上了 对吧 所以这个时候黑棋没有办法 还是要管一下 那因为这只比直接白棋牵手打一下 非常的痛 所以再时候看一下 这个地方白棋如果再细腻一点啊 白棋如果先打一下 这个啊 黑棋得非常的麻啊 这个双方这个质量子一拔还是很大的 对吧 虽然说这可以贴回来 但这两个子牵手这一拔掉 还是非常大 黑棋这个地方 也来不及分断白棋啊 分断了白棋的话 这个这里面的 这个气也非常的紧啊 我们可以摆一下 如果黑棋要分断白棋 不管 这个先比如说白棋就拔掉这两个子啊 那黑棋要分断白棋的话 要么就是顶着分断 对吧 要么就肩着搬着分断 其实差不多啊 你就搬着分断吧 那白棋这一打 对吧 这里面的黑棋的气也非常紧 虽然说是打吃一下白棋的气也不多啊 白棋只有两棋 但黑棋也非常紧 这里面 又牵扰到计算 对吧 而且这块的白棋 人家也未必就死了呀 这里还是有手段 也看不清楚 对吧 所以说 也就是说这口游戏 白棋应该打这一下 也是牵扰到后续手段影响的判断问题 对吧 那如果白棋能判断出来 自己这块棋能活的话 白棋就应该先打这一下 这一下还是非常重要的 好 我们再来继续看 那么实战当中呢 这里就形成了一个 这个 也不能 可以叫转换那种转换吧 是吧 黑棋在这里 穿了出来 这里呢 把这里的上面的空顺势呢 糊了糊 白棋把左边的黑棋吃掉 黑棋把中央这块白棋吃掉 黑棋把自己的右边活了 那么走到这个地方呢 双方的这个死活呢 的问题 暂时告一段落 就是该活的都活了 也没有死很多棋 那么这个时候我进行了一下点木 点木的结果呢 是发现黑棋不太够 那这个棋 如果觉得黑棋比较够的话呢 这个地方就可能选择 比较简明的走法 但是点完了木 发现正常下黑棋是不够的 也做后的不算多吧 一个天木左右 但是呢 是肯定是不够的 所以呢 黑棋 选择了这个激烈的这个点角 这个地方白棋 也没有退让的空间 白棋这如果直接街上 被黑棋这里搬过的话 脚步的失控损失太大 白棋也受不了 所以白棋必须要硬 黑棋断掉 这都是没有善良余地的一生棋 好 那么到了这个地方 我们要讲的第二个关键的位 这个时间节点又到了 这个时候因为走完了之后 那么我的想法就一定要掏掉这块 白角 掏掉白角实际的收益的木数是看得见的 对吧 那么我刚才说的 实际上这个差距在一个天木左右 我掏掉这个白角 白棋的木数肯定缩水了 不止一个天木 但你掏了白角之后 白棋竟然会获得这一手斑 比如说哪怕黑棋做活了 我先打打比方 黑棋斑一下 后来做活了 白棋一旦抢了这手斑 白棋把边上都空飞起来 白棋在这个方向涨了一点木 被破掉一些 涨了一些 那么白棋也不至于的被破的特别惨 但是呢就是说黑棋肯定能拉近一点 差距 但是呢实战当这个AI呢 给出了黑棋一个更加优秀的图 但是这个招法我是想到了 但是我想到这个招法的初衷和AI的初衷应该是不一样的 就是这个尖 那么这一手尖 我当时想这手尖 我想的是什么呢 就是说如果黑棋走了这手尖 白棋倒这边 黑棋虎在这里 那么 黑棋能不能杀掉这个白角 白棋三口气 黑棋 对比方先打一下 对吧 那么白棋从这个地方 杀出来可能是不太行 杀出来的话 这个对杀可能是 这个白棋不利 就是说白棋的棋不够 但是 那么当黑棋这一件 尖的时候 白棋倒确实是可以杀掉这个白角 对吧 但是我发现黑棋如果尖的话 白棋就直接给我把黑棋的 你这白棋不会补一手吗 对吧 那补完了之后 那我这个破角的初衷不就被打破了吗 但是事后再一想 这个就是判断的问题 首先黑棋可以抢到这手贴的先手 这手贴如果白棋不硬 比如说走别的 黑棋再粘起来 那么这一下 白棋的麻烦就比较大了 就是说就算白棋可以通过收器吃住这个黑棋四颗子 但是黑棋这一边的这一半 是非常严厉的一手棋 这一半是非常严厉的一手棋 白棋这里 如果断 黑棋就立下来 那么这样的话 那白棋没有办法只能去收器 对吧 黑棋可以打吃完了 沾上 那么走成这样之后 白棋这里就被黑棋给打穿了 对吧 虽然说角控没破着 但是黑棋把边上给打穿了 这是棋一 其二 黑棋这个地方还有半战的大关子 这是其二 第三更重要的一点 就是发现白棋右边这一块棋啊 还没活 比如说白棋随便抢一手关子 被黑棋这二路潜水艇一点 白棋可以先这样 黑棋可以先打吃 把这些先手都交换掉 之后 再一点 白棋这一串没活呀 所以白棋这个地方 黑棋走完了之后 白棋这里还必须要赶紧花一手棋去补活 不管怎么补 去补活 那补还不是很好补啊 就是你还补的高效率可能还很难 你缩过来补可能又很损 就是白棋这里就很难受 就打个比方不管怎么补吧 就比如说这样就补活了 那黑棋还获得一个先手 黑棋先手穿掉白棋这边的空 然后比如说在随便该收什么大关子 收什么大关子 就比如说就这么收 那么如果走成这样的话 这排棋 黑棋就 应该说指表上就逆转了 基本上就逆转了 那么更神奇的一点呢就在于AI的推荐啊 看AI突然就更神奇 AI推荐是白棋就算白棋这么去挡 黑棋也可以这么去贴过来啊 就是说这里可能这一虎过来之后呢 可能确实能有机会吃掉这几颗白丝 但是可能也不一定成立啊 就是说白棋可能有妙手啊 就比如说你虎过来 那白棋可能可以点一下啊 是不是有这种妙手啊 点完了再一爬这种这种棋 啊这个我是真的 这种去不死活的基本功确实是差一点 这个确实看不清啊 这如果打吃的话 这打吃啊 在这个地方是什么东西啊 对吧 这好像是黑 这样是好像还还是 比如白棋如果这么啊 白棋可以先打掉这一下啊 看这下没打掉 可以先打掉这一下 对吧 塞一点 这得接啊 对吧 这这边没有讨论 那么再去爬 那么 黑棋 那可以立吗 对吧 这都很难说啊 白棋是不是可以这么顽强啊 这个就很复杂了 那这个 黑棋拐白就打吃 撑紧气劫 黑棋里进不了气 那只能去打劫 只成为给打劫打劫杀 那如果黑棋 这样走 那白棋打吃了一下 对吧 再提掉 对吧 那这里面是个什么什么东西 也很复杂 那白棋要先虎一下作业 来进气 比如说 那白棋可能这里不入气好像也不太行 对吧 那么 如果说能直接杀掉这个白脚的话 黑棋肯定还是虎回来好 对吧 但是我就是不知道这里白棋有没有更顽强的手段 比如说 比如搬在这里之类的 直接搬会是什么气 对吧 这也很难讲 那这样的话 都是可以打打吃 对吧 打吃完了 沾上 这样去走 这样走还是黑棋快棋 走走走 还是黑棋快棋 也不一定啊 因为这里有这个可能还是有结的东西啊 就是 我们铺在这边还是黑棋快棋 还是黑棋快棋 那么 如果能直接吃掉 就当然最好 但是就是我就看不出 看不清楚是不是能直接吃掉 白棋里有没有别的手段 比如直接粘住这种 这种手段 就非常复杂 这粘住的话可能这里就直接肯定是要有结了 但是这里可以做眼对吧 可能是眼杀对吧 看不清啊 真的看不清 那点完了之后到底是应该怎么走啊 这个 这是个自己这个计算力的问题 看不清 那么 但是AI呢给出了这个讨论呢 就算看不清啊 黑棋这么贴过来 这个鲜手如果能贴到 逼着白棋走成还原刚才的图 还是黑棋好 对吧 所以说这个就是判断的问题 就是说我打进来之后 气掉在外面啊 占点便宜 也可以成立啊 也可以把形式搬回来 那么这个尖 就可以让黑棋胜率逆转 但是这个尖没有走出来 为什么没有走出来 不说没有看到这个尖可能有棋 而是没有看到黑棋尖完了之后 被白棋补住之后 黑棋的后续走法当中 可以让自己收益很多 就是还是判断的问题 不是说没有看见 而是判断 但是见完了之后 再虎过来能不能杀掉 这个计算力有不足 所以说计算力的问题 直接导致了这个判断的失误 同时呢也是思路的问题 导致了判断的失误 好我们再继续看 那么最后呢双方在这个局部呢 相安无事黑棋活了 白棋也活了 那么呢就进入下一关手关 到了这个地方 同样是一个节点 到这个时候呢就非常神奇啊 电脑AI就疯狂的在暗示黑棋 应该把这个赶紧贴掉 就是不管白棋那外面有多大的便宜 这个贴都一定要贴到 也就是说我就始终没有看到这个贴的紧迫性 就是哪怕这个脚不要了啊 黑棋要把这个贴掉管下来 为什么呢 也就是说白棋就算把这全部吃掉啊 把这个脚全部拿下 吃掉这四颗子的潜在收益就是整体的白棋 没活 这个是我在对决中真的是完全没有看到的一点 如果能看到的话 这一走过来能导致这整块白棋不活 那当然是不容错过的一个贴对吧 但就是没有看到这一点 那我就没一直没下 我们想这边白棋也不可能从这个方向打出来 对吧 白棋破拥在上面打出来 那白棋从这边打一下呢 那黑棋不一定硬啊 对吧 那后手打 白棋估计也暂时不会打 所以说我就一直没有贴 那以后当然留我当个结材不好 但是呢 这么这种下法就是因为没有看到后续的严厉手段 也正是因为没有看到后续的手段 一百五十三靠上去 我还以为便宜了呢 我还以为自己黑棋便宜了 以后这里可能还有点虚目呢 对吧 所以这就是判断的出现了巨大问题 那么当白棋补掉这块之后 这个贴就变得不那么大了 对吧 因为这贴完了之后 这边白棋也是活的 没有什么价值 有价值 但是没有该那么大了 好 双方在这上面交换了几手之后 这个地方黑棋再点了一遍木 我又点了一遍木 发现这个木啊 就算破掉了还是不够 黑棋顶多盘面一两木 就盘面可能黑棋稍好一点 刚才可能落后个盘面 还不如白棋 现在白棋呢黑棋稍微把盘面扳回来一点 但是白棋呢抢了很多先手官司 对吧 所以黑棋顶多盘面好过一两木不到三木的样子 所以呢就后面的招法我就一直是在拼命的拼搏的招法 我们来看看最后的锁败边发生了什么事情 黑棋的这一串滚打 走完了之后的这手棋啊又出现了巨大问题 这个时候也是万万没想到同样的问题啊 我看到了这个粒 我算了这个粒的变化 但是呢我的变化是这个粒走完了之后不成粒 我变化粒走完是什么意思呢 就粒完之后白棋呢 比如说吃回来 不管怎么吃这样吃也行 或者这样吃 这样吃也可以 对吧 或者是这样虎着吃也可以 你这样怎么走回去都 渡不回来了 可以这样 这样渡呢就是你圈儿结不归 对吧 这样呢 好像有个这样渡 好像有个打击 但其实也不是打击 就这样渡 那黑棋就贴回来呗 对吧 黑棋这还是接不归 所以 那白棋这一虎 黑棋这边贵路断掉了 那黑棋就只能直往这边出棋了 对吧 黑棋搬一下 那白棋就断掉 黑棋打直 把白棋粘上 黑棋再一粘 那很明显黑棋的棋没有白棋长呀 黑棋三棋白棋四棋 但是 AI告诉我啊 这么走黑棋就赢了 你们谁敢信呢 怎么什么意思呢 就黑这里收棋 可以先贴一下决心对吧 收棋先收 然后呢 就这样啊 把这里 收住 黑棋呢 就多出不少木来 而这里的木其实本来就是白棋的 对吧 那黑棋这里以后还有这边的 这边的这两下搬啊 黑棋可以先搬掉 是吧 甚至可以先搬掉 这 这可以先搬掉啊 四去走好一点 先搬掉啊 省了以后被逆收了 然后再走过来 这都是先手啊 这一打吃了没了 对吧 不管怎么样 围一个 黑棋把这里的空啊 一下子多围出来了 六七木棋啊 我刚才说黑棋的盘面 可能就领先个一两木 但是这一下子黑棋多出来一个贴木 那白棋 是不是一下子这个形式就逆转了 可能虽然还是很细 但是呢 形式逆圆 而这里的木本来就是白棋的 对吧 本来是有很多棋不归 黑这里也连不上 所以说 这个变化我是算到了 但是我算的变化是 我认为黑棋是对杀不行 所以这个棋不能下 但是呢 事后再一看啊 虽然对杀不行 但是黑棋通过外面的这一串 包扎 多围出来了很多木 那么从外面占了这七木棋的便宜足矣 那么就是说点了很多变木 虽然会点木 但是因为没有看到 转换之后的 后续的这个 转换之后的图的 木叉没有看明白 所以走出了错误的走法 那么这个尖的意思是什么呢 我就是要尽可能的多在白棋的空里钻一点 对吧 那这打截就是非常拼命的走法了 对吧 但是黑棋现在截多 我判断了一下截材确实是黑棋多 这里白棋连接有问题 我这里 本来我这滚打包手这一圈就是在白棋空里面钻进来的 我这两颗子都可以不要 被提掉了 黑棋也不是很重 因为本来就白钻进来的 那么我黑棋只要在这边 比如钻进白空 或者这边 挤一起挤断白棋吃个尾巴 或者这边 你都有杰材 这个贴也是杰材 我刚才也说了贴也是杰材 那么我判断黑棋阶多 我可以这么走 但是呢实际上电脑告诉我黑棋就是这么走 就算这个截打赢了 黑棋木也不够 就钻了这一点空 其实 并不足够 黑棋逆转 白棋打吃 没有去打这个截 非常简明 黑棋 粘回来 其实这个时候白棋只要 提掉这个字 黑棋这盘棋怎么收都收不收不应了 黑棋可能还是可以先贴一下 对吧 但是黑棋 再想在这个地方围出刚才那么好的饱满的形状 还是先手围 就不太可能了 所以 但是是战当中的对手的也没有看明白啊 这个形式的请 这个形式 现在这里打吃一下 打吃这一下 当我尝这手棋 我是想了很久的 为什么要尝这手棋呢 也是因为我在这里做了一个计算 就是这个班到底成不成立 这个班白棋必然要断 这打一下也是必然的 然后黑棋这里可以有一个度过的打结度过 但是这个打结度过如果只是为了打结度过的话 那对白棋来讲就太不严厉了 白棋就不打这个结 直接在后面 铺你一下 你不能提啊 铺错了啊 对 铺这一下 铺一下 你不能提啊 提了话白棋这一打吃 这个地方黑棋 这个 打结 打结之后白棋再一提对白棋这个角毫无影响 对吧 当然白棋可能还有 白棋的找结就非常游刃有余 大家可以先提结嘛 再找结对吧 先提结再找结 然后这样结才白棋 自身 自身 很多都成了白棋的基本神级 就很多 而且白棋最后有个退路可以提回来 提回来之后 那黑棋的所获也不多 那白棋在外面随便找个结 哪怕从这边冲下去穿下去 那都是明显的结 因为黑棋 这冲下去穿下去之后 黑棋整块没活呀 黑棋整体没活 黑棋整体没活 因为白棋里跑了 对吧 那黑棋 一无所获 所以白棋就结才非常多 白棋只要找一个五六目的结 可能就够了 所以这样呢 明显是不够严厉 对吧 所以这里有结 但是发动起来不够严厉 所以说我想了很久很久 最后选择了 还是要先尝起来 先尝起来 这是这盘棋最后唯一的机会 因为我点了很多遍目 都没有点出来 黑棋能收 正常收束能够 那只有寄希望于白棋 没有看到这边黑棋打结的严厉性 那么当白棋搬了一下 再一搬的时候 那我确信白棋是真的没看见 这里 有打结 或者说这个结 非常的严厉 所以呢 我就先 在这个地方粘了一个 这个粘是个片状 什么意思呢 这个粘很明显 白棋如果说 从这走的话 那黑棋就一搬 有个拼命的 这个上有个打结 而且这个打结黑棋是无忧结 对吧 完全无忧 那白棋不过不想这个麻烦 白棋可能要退回来 对吧 黑棋这边可以先搜刮一下 再一半 再再 再往里爬 那白脚呢 就缩水好多木 至少缩水个 五六四五木 是不值的 四五木 肯定是不值的 那 但是呢 即便走成这样黑棋也是不够了 白棋这么走黑棋还是输了 但是呢 对手也没有 可能没有好好点幕 就对我下来 没有特别的 严谨也好 或者没有特别的认真 没有我下来这么认真了 对吧 对手毕竟比我要强很多 所以没有好好点幕 那么他没有走出这个题 他还是认为这个地方照旗下 还是要 防一下 这个时候黑棋终于走到了最后的这个打劫 这个打劫的严厉性 这个一刻的这个AI呢都有了误判 也就是说 当走成这样的时候 一刻还认为黑棋的胜率很低 但是当黑棋 这个爬进来的时候 胜率黑棋就瞬间逆转了 一刻给出的黑棋一选居然是站在35的左边 真实是也不能全信这个自带的AI 毕竟 这个平台上的AI 他的算力 并不是 这个真正的AI 这个算力是不够的 所以肯定会有一些误诈 那么最后我们再讨论这个打劫 这个打劫到底 怎么找劫的这个这个劫财问题 因为实战当中 对方的找劫财也出现了 直接出现了崩盘的问题 就这199本身黑棋白棋这个栈就击损 这边本身就击损 这白棋的意思是这样 这一粘之后黑棋少也没剪裁 但是你粘完了之后 这边的剪裁也没了 白棋也没有剪裁了 而实战当中正是 这一手错误的接 导致了202这一手瞎截 导致了比赛直接结束 好 我们就讨论一下这盘棋到这个情况下 这个 黑白棋提回来之后 来黑棋找结 对吧 黑棋的结材还是有的 对吧 比如说黑棋也可以先在这个地方 这个挤一下 顶一下 这肯定是个结 白棋必须要结 对吧 黑棋提回来 那刚才说了这里不是结 那白棋这个冲肯定是个结 这个冲出来黑棋 但这个冲下也就不是结了 也都可能不是结 但也有可能是结 因为这个 这块黑棋气很挤 这里面里啥气 好像我摆过 应该是结 还是要硬 再走 那么黑棋的结材还有 黑棋可以 这个 结一下 对吧 白棋要粘住 提结 白棋扑一下是结 黑棋 提掉 然后这个时候该黑棋找结 黑棋的结去哪里找的 黑棋可以 顶一下 我刚才说了 这里呢 黑棋这里本来就白空 白棋如果消结的话 黑棋就冲 白棋这里挡不住的 这里打吃的话 这边有断吃 这里一踢 黑棋呢是占了很大的便宜 如果走成这样的话 如果走成这样的话 再去点一下木的话 我们就会发现黑棋呢 已经不差了 黑棋已经不差了 但是可能还是比较细 但是黑棋呢破掉了白棋不少木数 已经不差了 好 当然黑棋也可以先去顶这一下 把这个大结材留在后面去走 这个这个这个就是 嗯 找结顺序上 稍微有点瑕疵 但是黑棋完全可以先 先走这个小一点的结 再去找这边打结 是可以的 也就是说 因为这个地方本身就是白棋的空 那么黑棋这里一旦生成一个打结 而白棋消结呢 对于黑棋的上边是没有任何影响 因为黑棋粘了这一手棋 如果黑棋没有粘到这一手 那白棋下手提进来 黑棋损失惨重 这也是为什么黑棋要先粘这一下 黑棋粘的目的就是为了后面的这个打结 让白棋呢 这个结提过来 黑棋的结变轻 白棋变重 这才是黑棋要粘的这一下的原因 也就是说 这是我下棋过程中所考虑到的一些时间节点 而对手因为这里呢 考虑的可能没有那么严谨 导致了这个错 我们再来看 如果在这个时候黑棋直接发动 发动这个打结会是什么样 这前面都是一样的变化 那么如果走成这样 那就赫然发现黑棋 除非找一个白棋的生死结 这个结当然还是结了 对吧 他白棋正确定的反应还是这样 否则黑棋这里打损 这打损 白棋呢反而就轻松了 白棋要找结 这冲一下对吧 提过来 黑棋要找结 可以再粘一下 提过来 那白棋 这个时候冲一下 这个地方冲一下 是不是结要重新判断啊 因为个脚很大 所以这个冲可能还不是结 但是 但是其实也无妨啊 白棋这个地方 因为这里没有完全连接 对吧 白棋的铺都是结 对吧 这一铺都是结 这个铺黑棋怎么办呢 黑棋 都得先这样走 对吧 踢过来 然后 黑棋 想哪里去找结呢 比如说 顶一下 好 踢过来 那白棋就粘住 是不是黑棋已经结不归了 感觉 黑棋接一下 然后白棋 铺完了一大尺 黑棋已经结不归了 已经结不归了 那如果黑棋要硬称这个死 称这个结 比如说先结在这一边 那白棋再提结 那这个结材 那白棋就 这个结就白棋就越打越轻 那就就外面的结 黑棋这个时候 比如说再去 找一些其他的结材 但这个可能还是结 对吧 就这个时候再结回来 白棋这一打 还是一个打结的 黑棋还是有这个结不归的问题 对吧 所以这样的话就 黑棋这个结又打得非常累 很有可能不成立 所以这也是我为什么 去接这一手棋的原因 当然这就是 这白棋最后就复盘到这个地方 那么 所以说这个为什么就是说 围棋最困难的地方就是判断 也就是说这个判断的 不光光是点目 当然点目本身就不容易了 因为很多未划定的地方 你点不清楚 但是比点目更难的一点 跟判断有关 就是各种变化 你能不能算清楚 另外就是算完了这个变化 复杂变化 各种转换之后的点目 在没有白的情况下 能不能看清楚 这实在是非常非常难的一个环节 好吧 这也就是围棋 所说围棋最难的是判断 这个原因 好吧 这段期就先讲到这 好 好 谢谢观看